上一節我們大致上把復回歸講了一下 然後幾個重點吧 第一個是說 我們如果要做預測性模型 那麼 只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在 假如我們要做復回歸 然後其實做簡單回歸也是這樣 那 現代的話我們一般就是會先把資料分成訓練跟測試這樣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在訓練完資料之後呢 能夠去測試一下我們這個模型 用它來預測這個不在模型內的 對不起 不在樣本內的資料的準確度 然後這個準確度的算法呢就不太一樣對不對 它就是可以 可以用這樣的公式呢你可以算出 Testing的R2 一般這個R2 就是在 Summary裡面這個R2 我們說它叫做 它叫做 Training的R2 OK 然後 以前的話呢 它在還沒有現代的數據方法之前 他們會看一個東西叫做 Adjust R2 這樣 可是現在基本上我覺得已經沒有人看這個了這樣 OK 因為自玩意基本上不準這樣 對吧 其實它做這個修正就是想要修正我們剛剛講到那個問題這樣 但是它這個修正的方法很粗糙這樣 在我們現代資料科學的角度來看 我們不太能相信它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都是自己留一份 這個測試資料下來 然後 用這個方法自己再算一次R2這樣 OK 然後其實除了算R2的話 我們還會算另外一個準確指標叫RMSE 這R2我們講過了 它基本上是在講 模型 用這些X 然後透過模型去 解釋Y的變異 能夠解釋到的比率 對吧 所以你看到說它在訓練資料集裡面 能解釋的比率是75% 可是在測試資料集裡面只能解釋到62% 對不對 這是這樣 然後 其實另外有一個跟 這個東西 在理論上比較 比較重要 可是 就實用上 你可能會比較想要用的一個 準確性指標是這個RMSE 那基本上就是 其實是用這個公式去算 RMSE的公式我是不是寫在這裡 其實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平均誤差 這個比較直覺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平均誤差 那在這個 在這個 CASE裡面就說 這個0.09 對不起 0.09026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模型去預測Y 用這些X 去預測Y 然後 這個 預測值跟平均值之間 會差0.09度 這RMSE的單位 基本上就是Y的單位這樣 OK 所以這個 這個比較容易懂對不對 這比較容易懂 所以RMSE其實是另外一個 這個 在現代 現代的資料科學裡面 大家也比較喜歡用的 比較喜歡用的一個 指標 有另外一個 叫MAE之類的 不過 其實都差不太多 都差不太多 原則它都是在 估計 這個 模型的預測值跟 實際值之間的誤差 那麼這個誤差的單位 跟原始的Y是一樣的 所以它很好解釋 對不對 它的誤差 平均誤差是0.09度 然後這個模型的 平均誤差是0.095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小的嗎 所以 多重現金回歸 我們大致上 就先講到這裡 這樣 好不好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接下來我們有這一節的時間 想要跟大家 為邏輯式回歸 開個頭 這樣 OK 我說邏輯式回歸 這種事情是這樣 你 一週把它講完 有時候 你們會消化不了 這樣子 所以 呃 所以我通常就是 這一次我先開個頭 然後 你們這一週的 你們這一週的作業呢 是去看 一個 線上 課程裡面的一個單元 這樣 好不好 那 等一下我回頭再來 呃 交代這件事 其實我要你們去看那個 麻省理工學院 你知道麻省理工學院裡面有一個商學院 叫做死龍商學院 你知道嗎 麻省理工學院裡面 旁邊有一個 一日說在學校裡面有一個商學院 那個商學院 那個商學院有一個名字 叫死龍商學院 大家知道死龍是誰嗎 死龍是通用汽車的那個CEO這樣 就是 福特 不是一開始福特 汽車業就是福特的天下嗎 後來通用汽車起來 把福特打掛 就是死龍這個人 這樣子 所以 好吧 等一下再講 我只是要讓大家 對這個禮拜的作業有點期待 你們會去看 世界第一流的大學 第一流的商學院 在上商業數據分析是怎麼上的 然後我要你們看的那個單元 基本上就是我們下個禮拜要講的重點 那我先開個頭 免得到說你去聽那個 聽那個 聽那個 的時候 完全搞不清楚他在講什麼 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 我們的第十一單元 摩基斯回歸 哇 那這樣 我們可以從邏輯式回歸這邊直接往下講 那 剛剛講的那個 線性回歸 那它事實上是 哪來預測一個素質 對不對 你要預測氣溫嘛 那氣溫是一個值 對吧 所以你預測出來的是一個值 這樣 對不對 然後 可是有時候我們要預測的啊 不是一個值 而是一個類別這樣 好比說我要預測這個顧客下一次會不會來買 對吧 好比說我想要預估他來買的話 會買A買B還是買C 這樣 是吧 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 估計的那個 我們要預測的那件事 是一個類別 而不是一個素質 這樣 它不像剛剛說 估計氣溫是估多少度 這樣 OK 好 所以 預測類別跟預測 素質是會用不一樣的方法 這樣 OK 好 那 那這個邏輯式回歸 Again 它是所有的類別 預測裡面應該是最簡單的一種 這樣 OK 那 它事實上 有點限制 就是說 它只能預估兩類別 這樣 預估類別嘛 那 有那種像是 現代的那種 神經網路模型 它可以預估 幾百個類別 幾千個類別都可以這樣 OK 然後 可是邏輯式回歸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呃 比較 入門的這種 類別預測 它只能預測兩個類別而已 這樣 OK 然後 那 邏輯式回歸 預測出來的值啊 它事實上是一個0到1的值 這樣 因為它只預測兩類別嘛 對不對 所以 是或者不是 0或者1 男或者女 類似是這樣 對吧 那 所以 一般來說 它 呃 因為有兩類別 所以你簡單來講 你可以把說 有一個類別叫1 有一個類別叫0 這樣比較容易想 是嗎 然後 所以它估出來的其實就是 那個y等於1的機率 這樣 你要預估那個y 它現在是一個類別 對不對 那如果它只有兩個類別的話 一般我們就把它 coding成0跟1 這樣 來 然後 然後 所以邏輯式回歸 它估出來的那個結果 事實上是y等於1的機率 OK 所以 這個就是這一句話 事實上 那 預測類別 其實是在估計 各類別的機率 這樣 所以 如果y等於1的機率是0.6 那 y等於0的機率就會是多少 0.4 對吧 我說 大家就直覺這樣講出來就可以 好不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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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 保證 好嗎 我如果要問trip question 我會先講 這樣 好嗎 所以 呃 假如 假如 假如我現在要預估的 不是 不再是兩類別 假設現在有四類別 A B C D這樣 對吧齁 那這個模型 一估出來的時候 它會估出 A A 是A的機率是多少 是B的機率是多少 是C的機率是多少 是D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四個機率加起來會等於1 這樣 OK 所以 估計 類別 你用模型去 預估類別 其實是 用模型在估計 各類別的機率這樣 這樣聽懂嗎 這是 估計類別的第一個 最重要的事這樣 它估出來的不會是A B C D這樣 因為它是用數學的式子算出來的 它算出來不會變成男生女生啊 不會變成是黑人白人觀眾人啊 它沒有辦法算出這個東西來 它有辦法給你的是 這各類別的機率這樣 這樣了嗎 這是第一點 一定要記住的事這樣 估計類別 其實是在估計各類別的機率 或者是在想說 有的時候你就是會覺得 你就在估計機率 你是在估計 這個顧客 在下一個月 會來買的機率 是嗎 你是在估計 這個病人 下個月 可能會 欸 住院的機率 你是在估計 這個病人 它 呃 這個 呃 明年會心臟病發作的機率 是嗎 是嗎 那 你在估計這些機率 其實你是在估計 會不會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在估計兩類別 是嗎 所以在兩類別的時候 機率跟類別 其實就是有一個變化 那 會不會就一翻兩瞪眼 對吧 01 01 可是機率比較精緻一點 對不對 可能機率 0.8 0.7 對吧 所以它 可能會發作心臟病 0.5 0.2 你就會覺得 OK 風險比較小 對吧 對吧 就是 在商業上面 我們care的不只是 其實這個在商業裡面 才是我們想要的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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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來買不會來買 假設這個模型 估出來都是0.1 0.1 0.1 這樣子 然後你又知道它不太準 就沒有什麼意思這樣 只是如果模型告訴我們 它會來買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 做一些事了 對不對 估計率有估計率的好處 那 那 這種邏輯式回歸 那它是屬於 估邏輯式回歸的那個工具 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顧那個 線性回歸的工具叫LN 對不對 linear model 然後估 事實上邏輯式回歸也是一種線性模型 它叫做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等一下各位看到那個 那個function code 叫做GLN 就是在LM前面加一個G 小G這樣 OK 那 所以它事實上也是一個 線性模型這樣 OK 然後它跟線性模型的差別在哪裡呢 基本上在這張投影片裡面可以看到 一樣 它是用這些X 去 去估計Y這樣 然後 一樣它用這個 這個X的線性組合 我們把它剪寫成F 對吧 等於是X的一個function 對吧 加上這些Beta之後 這些B一樣是 那個工具會幫你估出來的 是嗎 它沒有估我們就不講了 所以工具一樣會幫你估出一些 這些B這樣 那你一樣是用這些B 然後跟X做一個線性組合 然後可以算出一個值 但是這個值呢 它不是 它不會等於Y這樣子 對吧 我說現在你要估計的其實不是Y 你要估計的其實是這個 對不對 Y等於1的機率 這樣 這個是你想要估計的 OK 所以前面這一邊的話 邏輯式回歸跟線性回歸是一樣的 OK 那差別的地方在這裡 它這個F of X 其實不是Y 也不是Y等於1的機率 而是叫做Logged Y等於1 我等一下再解釋什麼叫Logged 好不好 就說 它估計出來的這個線性組合呢 它事實上是Y等於1的Logged 不是Y等於1的機率這樣 然後你要把Logged 轉成機率 有一個function叫做Logistic 這樣 好嗎 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個線性組合算出來 那 你如果想要知道Y等於1的機率的話呢 你要去 呼叫一個 有一個數學的 數學的函式 可以把 這個F of X 轉成Y等於1的機率這樣 為什麼它叫做Logged 它叫做Logged 邏輯式回歸這樣 OK 好 那麼這個 這個函數 就叫做 一般 在這個 一般線性模型裡面 我們就說這個東西是我們的轉換函數這樣 OK 這樣聽懂嗎 聽懂嗎 齁 邏輯式回歸一般 老師會把它教得非常難 這樣 可是 可是我覺得大家這樣理解應該是 不會太困難 首先是 它一樣是一種線性模型 它是一個一般化之後的線性模型 什麼叫做一般化呢 是因為這個線性組合啊 它算出來的值不會直接等於Y 是嗎 因為你要估計那個Y事實上 這個線性組合的值可能是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對不對都有可能 可是你要估計Y等於1的機率 那個機率是一個0到1之間的值 不是這樣嗎 你需要透過一個轉換函數去轉 generalize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linear model的這個線性組合 如果需要透過另外一個轉換函數去做轉換 OK 那這個轉換函數有很多很多種 OK 那logistic是其中一種 那當你的轉換函數是logistic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這種回歸 叫 邏輯式回歸 這樣了嗎 OK 好嗎 齁 所以這應該很清楚 對不對 線性模型 透過這個轉換函數 logistic這個轉換函數 你就會算出Y等於1的機率 不是算出Y喔 再講一次 好不好 就是 這個 那這個邏輯式函數的這個 數學的形式就長這樣 OK 它的數學形式長這樣 意思就是說你把線性組合啊 然後套到這個公式裡面 你就會得到這個Y等於1的機率 事實上 這個 這個 邏輯式函數的這個 呃 概念就是如此這樣 好嗎 齁 好再來 那 在這張圖裡面 你有看到幾個 呃 幾個 呃 這個 專有名詞是 以前沒看過的這樣 對吧齁 就說 機率嘛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 這個應該沒問題這樣 可是 就是 你現在看到兩個字 一個東西叫做Logged Logged 我不知道 要怎麼樣翻成中文這樣 所以我就直接說它是Logged這樣 好嗎齁 那 那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看邏輯式回歸會看不懂 就是因為教科書都把這個字亂翻這樣 然後每一本書翻的都不太一樣 然後翻出來這個字又會跟這個 又會跟這個字搞錯這樣 它把它翻成同樣一個東西 但是事實上它們是不一樣的這樣 OK齁 所以 會 會使得大家根本看不懂它在寫什麼這樣 所以我直接就講它叫Logged 好嗎 直接講它是Logged 然後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term叫做 是勝率 這樣 事實上 機率 勝率 Logged 都是機率的一種 算法 這樣 OK 意思是說它們三個東西是在算同一件事 都是在算機率 就有點像是你在算重量 有的人是用Ongs 有的人是用公斤 有的人是用棒這樣 OK 它都是在算重量 這三件東西它事實上都是 都是機率的量測方法 對吧齁 然後它們之間其實有一對一的 轉換關係這樣 它們之間實際上有一對一的轉換關係 OK 你用這個線性組合所算出來的 那個事實上是Y等於一的Logged OK 而不是Y等於一的機率 你要把Logged轉成機率 我說了用這個數學韓式下去轉 這樣 這樣了嗎 OK 然後R是什麼 事實上是 它這個 剛剛不是講過了嗎 線性模型最大的好處在於 它這個V事實上是有一個含義 這樣子 OK R是什麼 R是我們所謂的勝率 就是你去賭場的時候 你去壓 你去買 買那個什麼 買馬啦 買球隊啊 對不對 它的賠率這樣 有人叫賠率 有人叫勝率 這樣 它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來看一下它的定義 我說機率有三種表達方式 機率有三種表達方式 好嗎 第一個是probability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是嗎 那什麼叫勝率 勝率就是p除以1-p 對吧 勝率就是p除以1-p 那基本上你去賭場 你去買馬 買球啊 它p率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這樣 要嗎 好 再來 lock it就比較複雜一點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這個art 然後取lock這樣 ok art 是p除以1-p 對不對 所以 lock it就是p除以1-p 然後取lock 好嗎 所以我說 機率基本上有三種表達方式 這樣 那 直接講p 或者是 可以用art 或者是 可以用lock it 這樣 ok 然後 這個是p對art的轉換 它是 因為你這樣除嘛 那p是正的 所以這除起來 是一個0到無限大的數 這樣 如果你的p 非常非常的大 對吧 好比說你是0.99 那這邊就會變成是 0.99除以0.01這樣 是嗎 它會變成99 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它 它基本上不再是0到1之間的值 它會變成是一個0到無限大之間的值 對吧 如果你是 0.999 它的art就會變成多少 999 這樣 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它 如果你的機率非常接近1 它就會很接近無限大 好 然後lock it的話 它是這樣的 它是從負無限大 因為 因為你把這個值拿去取log 這樣 取了log之後呢 這個值可能大於1 可能小於1 對不對 是嗎 它如果是0.5的時候 這是0.5 這是0.5 它就會等於1 是不是這樣 然後1去取log它會等於0 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對吧 然後 所以它在小於1的部分 它是讓它會一直往下走 它接近0的時候呢 這個log就會很接近負無限大 這樣 OK 然後 當它很大的時候 大於1的部分 就會變成是在0以上的這一段 這一段東西這樣 OK 那這個 數學比較不好的同學的話 之後回去再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這樣子 你可能一下反應不出來 但是 無論如何 你應該要記住的是 這三種方式其實都是在講幾率 都是在講Y等於1的幾率 但是它的算法不一樣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一個幾率就講得好好的 你為什麼要把它搞成這樣 是因為 在邏輯式回歸裡面 那 這個線性組合算出來的 不是幾率 而是 lock it 這樣 OK 然後它的這個 VR 它事實上是 up 而不是p 這樣子 OK 好嗎 是 之所以把它表達成三種 是因為等一下我們在講邏輯式回歸的 線性組合的詞 以及這個beta的含義的時候 用這樣講比較簡單 這樣 用lock跟r來講比較簡單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因為 這種東西因為有了這兩個定義 等一下我們在解釋邏輯式回歸的時候 會讓我們 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聽懂嗎 所以 不要被這些東西搞得太混亂這樣 那你把它 你記住這一頁裡面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那至於這些公式啊 就是要看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查 也就可以 這樣 好不好 所以 基本上的話 我們來 看一下 這張圖這樣 那 這樣看完之後 我們就來看notebook 然後就講作業這樣 好不好 所以 我剛剛講過的就是 這個 這個線性組合 然後它算出來其實是 是lock it 對吧 然後lock it 要透過這個數學形式 才能轉成y等於1的機率 那個機率才是我們想要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函數形式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這樣 對吧 所以我們把它畫出來畫在這裡 這個就是那個logistic function 意思是說 當這個線性組合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那基本上y等於1的機率就接近0 對吧 很接近0 當這個線性組合來到-4的時候 已經很貼近0 這樣-5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貼在0的左右 這邊也是一樣 是嗎 當它超過4或者更大一點的時候 基本上 幾率就差不多是等於1 原則上是 模型會幫我們估beta 根據beta你可以估計f of x 然後這個f of x 原則上套進去 這個就會等於y等於1的機率 這樣 好吧 然後這個中間點 基本上就是 如果說這個f of x等於0 對吧 看得出來嗎 如果f of x等於0的話 那y等於1的機率是多少 那個還沒有回答過的 等舉手回答一下 這個圖就看得出來對吧 f of x如果等於0 那個線性組合如果等於0 然後y等於1的機率會是多少 舉手舉手快點 來 等於0.5 等於0.5 對 基本上 對嘛 因為 負無線大是等於0嘛 正無線大是等於1嘛 那0的話就是 0.5 對吧 很自然 它其實是一個對稱的 函數 不是很困難的函數這樣 那 比較需要解釋的其實是 現在假設我們是用這個 x1跟x2這兩個變數 去預測y等於1的機率 你知道 好嗎 就是說 因為它是線性模型嘛 那所以 基本上 在某一個角度上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一條線 對吧 然後 我們在講簡單線性模型的時候 我們畫成一條線 有一個x 有一個y 對吧 然後 然後 在xy的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就畫一條線 可是現在 現在這張圖裡面喔 它是用x1跟x2 來估計 y等於1的機率 因為 它現在是x1跟x2的線性組合 對不對 是嗎 齁 所以 所以 你看 它現在要畫的空間 事實上是畫在 這個 x 就是自變數的空間裡面 對吧 這是x1 這是x2 這樣 那y畫在哪裡 看得出來嗎 這些資料點嘛 每一點是一個資料 對不對 每一點是一個資料 然後這是 這每個資料點的 x跟y坐標 就分別是x1 x2 這樣 是嗎齁 然後這一點的y在哪裡 拆看看 這樣 我們做視覺化的時候 我們是 用 這個點的 我們說我們把 我們把資料欄位 把它 反映到資料點的屬性 那這個點的屬性有x座標 有y座標 還有什麼 它還有另外一個屬性 你們看到了嗎 看到沒有 顏色 哪個同學講的 顏色對吧 所以 一樣的 你是可以把 邏輯式回歸 畫在 平面上 這樣 只不過說 它現在這個平面 它現在這個空間 基本上是 自變數的空間 這樣 它在自變數的空間上面 會有一個線性的 這個圖 如果你的自變數只有兩個的話 它原則上是一條直線 壓在這條直線上的 其實就是這個點 這樣 OK 以這個case來講 在這一邊 它就會 它是紅的 在這一邊 它就會 它是綠的 這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是嗎齁 那 離這一條 橘色的線 越遠的地方 它就會越靠這一邊 它等於紅色的機率 就是會越靠這邊 對不對 離這條線 越遠的地方 在這一邊的話 它就會越到這一邊 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OK齁 所以你事實上是可以畫出 這裡是 Y等於紅色 機率等於0.5 然後再高一點 它就是0.6 再高一點 它就是0.7 再高一點 它就是0.8 這樣一路去 這邊也是一樣的 OK齁 所以這個東西 你把它畫在 自變數平面上 它其實是這樣 這樣了嗎 好 那麼也是一樣的 我們給了我們的training的資料之後呢 我們把這些資料拿去做一條線 那麼這一條線就是 你那個做模型的工具 那個叫GLM那個工具 它會去幫你找出這個V0 V1、V2 使得這一條線 把兩類別切得最好這樣子 細節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但是原則讓它給你的這個V0 V1、V2呢 就是 讓這兩類別可以透過這一條線 切得比較乾淨 但不會完全乾淨對不對 還是有一些誤差這樣 可是 基本上就是 它能夠做到的 誤差最小的那一條線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OK 所以模型還是模型 它還是一個幫你去 去估計一組最小誤差的 係數的工具 是這樣 是嗎齁 只不過說 那現在這個係數估出來之後 你一樣用X乘上去 這樣 做那個線性組合 會出來一個值這樣 但這個值呢 現在不能直接去估計Y 這個值啊 要透過這個邏輯式函數呢 對吧齁 才能夠轉成Y等於1的機率 你知道嗎 聽懂了嗎 這就是邏輯式回歸了 OK 這就是邏輯式回歸 所以你如果會線性模型 然後加上我們剛剛講這個 你應該會線的邏輯式回歸 很遺憾喔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 在商學院裡面我們教 教這個回歸喔 教 教 統計也好 教 管統 教 研究方法 很少教邏輯式回歸 可是事實上在商業用途裡面 邏輯式回歸 用的比線性回歸多很多 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你一般收集到的資料 都是類別這樣 他有沒有來買呢 他買的是什麼啊 對吧 我說 你在商業上 你真正能觀察到的 要嘛是 這種類別這樣 要嘛是次數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次數的話 你用的基本上就是那些 binomial nective binomial geometry 那一套我們之前教過的東西 是嗎齁 那如果他是類別的話 你原則上就是要看各類別的機率 是嗎齁 所以你拿到的資料如果是這樣 那 你去見模型的時候 事實上是 邏輯式回歸其實比線性回歸 重要很多這樣 OK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參加比賽 商業競賽 你用邏輯式回歸 用類別模型的機會 用類別模型的機會 比用 數值模型的機會 大很多這樣 OK 你去Caggle上面看 大概90%都是 都是這個東西這樣 好齁 然後我們來 呃 哇糟糕了 我們快要沒有時間了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呃 呃 有一個case這樣 OK齁 那 這個case是這樣啊 就說 我要你們去 呃 我要你們去這個 呃 做一件事齁 就說 各位現在 呃 我應該是不是要開一個無痕 還是說 可是這是 這是無痕齁 然後我 我們來沒有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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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吧 我們來 這個要把它改掉,它每次都會跳走 我要你們做一件事,在這個禮拜的單元頁面,大家往下捲,捲到個人作業 我要你們去註冊一下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它叫做The Analytic Age 這個是麻省理工學院、史龍商學院 它為非技術背景的學生所開的商業數據分析課 我再講一遍,這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龍商學院 它不是開在工學院這邊,開在工學院那邊的課你們沒有辦法上 所以它基本上是在商學院這邊,然後給非技術背景的同學上商業數據分析的課程 那你到這裡點這邊,那你應該會看到這樣的頁面 然後它會叫你註冊這樣,好嗎? 然後你就view course material 其實我應該要借用 你如果在無痕裡面按view material的話 它應該會 它會叫你 如果你以前都沒有,因為EDX基本上是一個線上課程的平台 所以這個平台如果沒有帳號的話就沒有辦法看 所以原則上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這個 先要有個signin進去 然後signin進去之後呢 那基本上你在 你在按這個link 然後你在signin進去 原則上你就可以看這個課這樣 OK,好 那這個課呢它 基本上你在註冊的時候它應該會問你說 呃...你要... 呃... 它通常會有兩個選項 有一個選項是你可以拿證書 就上完課之後可以拿到一張證書這樣 那這個證書其實有點貴 大概149塊美金吧 OK,好 那... 我不想你們應該不想要這個證書嘛 所以你可以勾那個... 免費旁拼的課程這樣 OK,好嗎 我要你們註冊進去 然後... 先有一個這個... EDX的帳號之後呢 然後點這邊 然後就到這個課程裡頭這樣 那到這個課程裡面之後呢 那你應該可以... 呃... 呃... 哇,糟糕 好 好 然後你們應該就可以註冊進去那個... 呃... 這個課程叫Analytic Edge 對吧齁 然後...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它的那個... 呃... 看它的那個... 呃...內容這樣 這樣 那我現在要你們看的是... 它的內容裡面有很多個單元嘛 對不對齁 然後有一個單元叫Unit 3 就是邏輯式回歸這樣 OK,好 呃... 那... 看的時候呢 我只要你們看... 這個... 呃... 第一個就是... 就是... 音樂上聽一下也可以啦 齁 然後我就是... 它會講說啊 什麼是我及時回歸之類的這樣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 點開的話 你就會看到... 它有影片啊 然後有那個練習啊 這樣子 好嗎 齁... 有影片有練習有影片 然後其中有... 好像有兩個練習是... 呃... 要註冊的人 就是要付錢的人才能看的這樣 那兩個練習你們就先不要弄了這樣 好嗎齁... 然後... 但是這個影片都可以看的 從頭到尾都可以看這樣 好嗎齁... 然後這個影片在講什麼呢 它是在講... 說... 你看它的title叫做 Modeling the Expert 對不對齁 看一下 這個... 這個單元 然後就是... 3然後Welcome底下 這個叫Modeling the Expert 然後An Introduction to Logistics Regression 我要你們聽一下啊 這個第一流的商學戀 第一流的老師是怎麼樣教... Regression 教Logistic Regression OK齁... 它還是用了很多數學這樣 不過... 不過在聽完了我的那個解釋之後 你們聽起來應該會簡單一點 好嗎齁... 然後... MIT做這個線上課程 它真的是下足了重本這樣子 齁... 它... 每一個單元齁... 每一個單元這樣 它都是... 你看它這邊光是影片 就有53分鐘了對不對 是嗎齁... 加上作業這樣 OK 所以... 它每一個單元都是... 教授會出來先講一講 會先講個故事這樣 OK齁... 那... 接下來它會有一個... 長得很漂亮的... 呃... 副教授 出來教大家... 這個... 細節這樣 OK 然後... 呃... 然後接下來的話它可能會有助教來帶你們... 做程式這樣 它就用R的程式做的 OK齁... 那... 所以... 基本上跟著它然後聽這個單元就好這樣 好嗎齁... 聽這個單元 我覺得這樣學邏輯日回會比較好 你們先... 那... 有一些background 然後... 聽一下 也許沒有辦法完全聽懂 下禮拜來... 我們... 會用這個case 然後... 繼續來講邏輯日回會 這樣OK好嗎齁... 那這個case是在講什麼呢 那... 這個課程裡面唯一的缺點就是... 那個教授的口音有點重這樣 OK 所以你可能會... 聽不太懂他 那個... 那個女生的副教授英文講得很標準 所以一定沒問題這樣 OK齁... 那... 但是那個男生的... 教授... 顯然是有點中東的那個腔調蠻... 蠻強的這樣 所以... 聽起來會有點困難 他基本上是在講這樣的一個案子 一個案例 他...他教的東西跟我一樣都是用案例教 他是在講那種糖尿病... 醫療的照顧 那...大家知道糖尿病很麻煩對不對 你如果照顧得好 像李登輝先生啊 他糖尿病幾十年喔 你看得出來嗎 糖尿病如果照顧得好 你可以... 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糖尿病但照顧不好 你就會... 截肢啊 你眼睛會瞎掉啊 你會洗腎啊 對不對齁 所以保險公司啊 對於他的那個... 這些保護 是不是... 糖尿病患有沒有被照顧好很重視 他用模型去... 估計 他用這些... 這些... 因為他有每一個保護 保護... 在美工藝... 你有保險像健保一樣啊 你去醫院然後就會申請... 理賠對不對 他用... 保護去醫院的這些紀錄呢 要建一個模型來看看說你... 糖尿病之類病患有沒有被照顧好這樣 所以他的那個... 他的目標變數叫... Poor care 沒有被照顧好這樣 所以他Y等於E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用戶... 呃... 這個保護沒有被照顧好 他為什麼要知道這樣 如果他知道他沒有被照顧好 他可能可以介入對不對 他可能可以派一個... 他可能可以派一個這個... 呃... 人去... 呃... 那個... 保護家裡啊 對不對 我是給他吃一個什麼藥啊 還是怎麼樣 對吧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 這種... 這種東西我們叫預防性醫療 這樣 其實台灣蠻需要做這個的 對不對 齁 因為我們的健保資源浪費得很重 這樣 所以這種東西叫做 預防性醫療 這樣 然後他... 他基本上是... 呃... 現在問題來了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 Good care還是Poor care呢 他一開始找了一些專家來 這樣子 然後給他看一些病例 這樣 那因為他是專家嘛 所以他... 看這些病例 他會知道說 嗯...這個人被照顧得還好 那個人可能被照顧得不好 這樣 所以... 那... 專家很貴啊 他不能看太多 對不對 所以就看個五六百個case 類似像這樣 所以用這五六百個case 他就去建一個模型 然後他用這個模型來估計 他的... 這些... 成千上萬 說不定幾十萬的這些保護 啊... 他糖尿病有沒有被照顧好 這樣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這個模型 事實上是在幹 在做這個事 他找一些專家來 然後... 做一些rating 然後rating出來 他是rating成Poor care 等於1的話 就是他沒被照顧好 那當然他有一些自變數 那這些自變數事實上是那個... 那個保護他的就醫紀錄 這樣子 OK 用這些東西去建一個模型 來估計他 Poor care等於1的機率 這樣了解嗎 然後... 呃... 聽一下這個... 這個... 我說那個... 那個... 呃... 那個美女副教授會... 會... 呃... 他會... 講說... 什麼是邏輯式回歸 邏輯式回歸要怎麼做 然後... 做邏輯式回歸之後 我們要怎麼做預測 這樣 好不好 先把這一段聽一聽這樣 好不好 齁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各位去... 註冊那個課程的時候 那... 他如果要你收費的話 你不要去勾那個收費的那篇篇 這樣 對吧齁 他應該會有一個叫做... 呃... Audit就是旁聽的意思 這樣 Audit的選項 或者是... 呃... 呃... 免費旁聽之類這樣子的... 選項這樣 齁 勾那個選項應該就可以 進去裡面看了這樣 然後只要看... 單元3的第一個單元 modeling the expert這邊 好嗎 齁 把他看完 然後他裡面有一些quick question 對不對 我說他... 他裡頭會有一些... 這種...這種... 像這樣的 question 對吧齁 然後我要你們把他... 因為... 因為你要回答這些問題 你其實要寫一些程式嘛 不是這樣齁 然後... 像這樣的齁 然後你就把... 把他的這些quick question 把它...打一打 然後... 寫在一個notebook裡面交上來 就是你們這個禮拜的作業 這樣 這樣聽懂嗎 好 OK 所以... 啊... 把握這個機會對不對 齁 去上一下全世界第一流的商學院 你知道嗎 史宏商學院絕對是跟哈佛排在同一個等級的商學院 他們事實上就在隔壁而已 這樣 你知道嗎 MIT事實上在... 在... 在... 在那個... 哈佛那邊 他們都在... 在...在...在那個... 波士頓這樣 OK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說他這個課實上 花了很多錢 因為... 因為他們兩個人在線上也在比 對不對 哈佛出一課 MIT也要出一課 跟他一樣質量 這樣 所以課程的內容其實是很棒的 看一下這個東西 那我也很建議你們可以... 因為聽英文嘛 對你們可能有點障礙 對吧齁 所以你們也許也可以... 小組啊 約在一起啊 一起看 一起寫這樣 好嗎 雖然他是個人作業 那我會強力的... 建議大家 可以約個時間一起看一起寫 好不好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下禮拜我們會從這個case開始 然後下去講邏輯式回歸 以及邏輯式回歸的應用 好嗎 好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